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了自己身上 妖族首领知道此事后 将他打伤 他没有想到 江湖上所谓的正派人士 发现了他 哲天 今日此处 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你们杀我 是另有目的吧 我哲天 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快 上 当时将近正务时分 正是妖族中人功力最弱之时 上 上 上 妖旗快避开 何 鱼 就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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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下叶青阳 妖族又神 我今天找到你们 就是来要回我们妖族的东西 什么东西 前辈可真是贵人多往事 神识 什么神识 不见棺材不落泪 神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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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来的小贼 报上名来 哪里来的老贼 快快报上名来 你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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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九十二里 为什么会要 甚至是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师兄 师姐 走了 师姐 你干吗呢 你没有发现 你的内力又长进了不少 为什么 我没有感觉到呢 会不会 跟那个妖族幼时说的 跟神识有关 启禀庄主 外面有三位掌门求见 有请 各位长老 来来来 喝茶喝茶 傅长老 好 若不是你这三位高徒 及时出手 我等 早就尸骨无存了 对呀 好 言之有礼啊 福长老 您门下弟子为武林铲除邪派妖魔 福长老 真让我们佩服之志啊 好 在传授武功时 我将他们分成了三个部分 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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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三个 每人席练其中一种 刀锋 明昭 参见三位前辈 好 赵医 汉叔 参见三位前辈 老风 陆遥 参见三位前辈 气不烦哪 是啊 是啊 看来 贤侄的武功修为 着实不错呀 谢请 前辈 过奖了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哪 今天当着三位挚友的面 我宣布一件事 我的这两位徒弟 将结为夫妻 好啊 恭喜啊 恭喜恭喜 恭喜 为父必已关三月 在这三个月内 你们两个 给我好好地在吉木崖待着 不许乱跑 恭送大王 恭送父王 姐姐 我们终于可以出去闯大江湖了 你说啊 你一个小孩子闯什么江湖 谁小了 都说江湖刀光剑影 我白小姐就是要出去教教他们 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就是要告诉他们 不要成天打打杀杀的 阳光多灿烂 世界多美好 好好好 我的白小姐 你啊 就美好着吧 请 来 多找门啊 不然行 你来 请 来 七场门进来了 嗯 好了 别管他了 开始吧 好 吉时已到 有请新人行跪拜之礼 好 一拜天地 好 二拜高堂 我不同意 这 这 师父 给我走 明昭 派书 明昭 派书 师父 师父 你干什么 不要胡闹 你嫁给了师兄 那我怎么办 什么你怎么办 我在乎你啊 从小到大你跟师兄都让着我 为什么这次不行 可这是成亲呀 不 师姐 我知道你是疼我的 你心疼我了 对吧 你松开 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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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干什么路遥 师姐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 你够了不要再胡闹了 你们抛下我 你们没有人理解我 路遥 路遥 师弟 姐姐 姐姐 又自己偷偷跑出去了 自私鬼 路遥掌心的刀锋 会感应他心头的血气 倘若他在极度刺激之下 就会情绪失控 刀锋就会反噬让他失去理智 做出不可挽回之事啊 必须把他找回来 我马上和师兄一起去找 等一下 还是你自己去吧 他是为你而走 也只有你才能把他喊回来 你告诉他 只要他肯回来 师父愿意把你 举配给他 师父 这不是在骗他 师父怎么会骗自己的徒弟呢 可是 我已经和明璋 你们的这桩婚事 师父已经想过了 是一桩错事 我之所以把你许配给他 只是想让你安稳地度过一辈子 但仔细想想 江湖变化多端 只求安稳 远远不够 只有路遥 才能给你一生的幸福 明昭能带给你的 反而是一生的窝囊 只要路遥回来了 明昭可有可无 再说了 作为师兄 要心胸更加宽广啊 我已经许配给明昭了 无论对与错 不 这辈子我心里只有他 我不会再嫁给别人了 好好好 只要你把他找回来就好 不 这辈子我 作为师兄 要心胸更加宽广吗 心胸宽广 从今天开始 我传授给你们一套刀法 刀锋负责进攻 需要最强的内功 刀鞘负责掩护 需要沉稳 刀翼从旁协助 需要细心 路遥 你来做刀锋 我是师兄 我应该做刀锋啊 做师兄的 但要心胸宽广一些 要心胸宽广嘛 客官 我来吧 来了 客官 您的酒 来 客官 这边请 客官 请上座 客官 请上座 来 客官 这边 客官 聊点什么呀 好酒啊 好 来 喝点酒 小二 来了 来 给他晚上 半斤熟牛肉 一斤熟牛肉 一斤熟好的白酒 好嘞 半斤熟牛肉 一斤熟好的白酒嘞 来 干 兄弟 这么喝会死人的 来来来 马上马上 来 来来 马上马上 就是好酒啊 来喽 道上道上 庚子 您要的酒 这浮虎山庄啊 这一次 算是丢进了脸面 怎么回事 你们看到没 那傅老头 脸都气绿了 那还用说 有这么有死皮赖脸的徒弟 不尽死才怪呢 看见这 就是死皮赖脸 来来来来 干一个 死皮赖脸 何止死皮赖脸啊 是臭不要脸 对对对 臭不要脸 我也为臭不要脸干杯 来来来来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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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上路不去 死就死吧 死就死了 停 你来了 你是谁 救你的人 这里是什么地方 妖族 你们正派人士都想铲平的地方 不过如今 你伤了那么多所谓的正派人士 已经是他们的公敌了 除了妖族 你没有别的容身之处了 你胡说 你是妖王之女 白月正 请坐 果然 你们都是这样称呼我的 我杀过你们妖族的人 你还救我 叶青阳早就背叛妖族了 就连我们也在追杀他 再说 我救你是有原因的 姐姐 姐姐 山门外有个女人 说让我们放了她 师姐 走 去看看 嗯 师姐 走 爹 走 爹 住手 师弟 跟我走 你和这个女人之间的事 算是名阳江湖了 师兄呢 她怎么没有来 我们在分头找你 师兄说 她不会怪你 怪我 我不需要她原谅 别傻了 跟我走 站住 你当我吉木崖什么地方 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师姐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你都听到了 还不快走 师姐 我找到我的一中人了 我祝你和师兄 背头偕老 你的脾气 怎么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你是真的关心我吗 当然了 你就像我亲弟弟一样 我怎么能不关心你呢 不 我不是 你在胡说什么 你根本就不懂我 你赶快走吧 你走吧 你走 你竟敢轻薄于我 你就是浪费时间 现在追还来得及 你们看 那不是浮沫山中的路遥吗 那你们看他穿着打乱 定是妖族中人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来 对 路遥 可是邀你为伍 不觉得惭愧吗 别给他浪费口舌 直接动手就是 我说怎么又要打架 你们到底烦不烦 妖女 你们这些邪魔妖道 任人得耳终之 不要再杀人了 你为什么要赶尽杀卷 我救了你 你倒责怪我 你不杀他们 他们就会杀你 要知道这就是江湖 谁要你救 彭小姐两次救你命 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 记不记得我杀了你 好啊 杀我吧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你以为我不敢 跟我走 去哪儿 你不是想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吗 怎么 疼啊 疼啊 不疼 不疼你啊什么 挺美的 谢谢 谢谢 姐 我的胳膊也受伤了 好啊 少来 不要觉得对你好 就是喜欢你 你和你师姐在这方面 误会很深哦 你 信不信我打你 你 你怎么去 没事吧 没事 来 师父 师父 这是你们的师弟路遥 打个招呼吧 师弟好 这是师兄师姐 叛书和明昭 师兄好 师姐好 从今天开始我传授你们武功 内功最强的那一个是刀锋 明昭 把那个球拿来 是 让路遥试一下 给 你试一下 师兄 叛书 露遥的身世 师父有没有跟你说过 没有啊 师父只是说过 露遥的身世很特别 让我们好好照顾他 师兄 怎么了 露遥 你是喜欢我的 对不对 对啊 那你不是都知道吗 不可以师兄 我们还没有成亲呢 可是 全江湖都知道你是我的女 可是我们的亲事还没有完成 你这样 师父会责怪的 师父 对了 师父找你 你快去见他吧 师父 我和潘淑的婚事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师父练功的地方 不要提这种事 是 徒儿知错了 今日月圆之夜 正是空灵之气 慧绝之事 我的妖功 就要练成了 师父 以后每个月都要替师父 捉一个妖族之人 为师要闭关三天 用妖族之人帮助师父练功 你要从旁守护 是 徒儿 谨记在先 妖族之人 可谓是 可谓是势不良力 师父这样做 也是想知己知彼 用妖族的武功打败妖族 你帮师父 师父也不会亏待你 我知道你喜欢叛书 终有一日 我会将她许配给你 徒儿 多谢师父承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对 而且我都心甘情愿 如果不是你 潘叔早就是我的了 所以今天这一切 全都是你咎由自取 我妈该是宫大了 我妈的选择 是宫大了 我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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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上一样 我选择 然后你 传波 要把我选择 你 我就 嘘 你怎么来这么早 你不是跟我说 要带我去见一个 世上唯一能解开 我身世之谜的人吗 走吧 姐 我也要去 不行 为什么 你不是答应爹 等他出关之时 送他福禄寿的刺绣 做寿领吗 那好吧 我们走 姐姐 姐姐就能欺负妹妹 不就比我大几岁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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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的两位朋友 请让一让 让本女侠过去 你搞什么鬼啊 你 闯荡江湖啊 不行 你们要是没打量呢 可以跟着本小姐 我免费保护你们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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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叔 安叔 师兄 你醒了 好点没有啊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受伤 躺在门口啊 发生什么事了 师父他 师父 师父他怎么了 闭关的时候 遥忍所害 怎么可能 师父武艺高强 怎么可能被妖族所杀 有掌门 谢掌门 傅长老的布告你们也都收到了 这妖族先是偷袭我们的闭关之所 接着又在 附长老的闭关之处 下杀手 如此挑衅 实难容忍 确实难以容忍啊 是 妖族的事情 以后慢慢再说 我觉得 傅长老的死 太过突然 他是那么仔细的一个人 是啊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 那更说明 妖族歹毒至极 我们明门正派 定要为傅长老报仇血恨 那这样 劳烦你跑一趟 查一下傅长老之死 有何印记 那我就先行告辞 我 你就这样离开我吗 我 师父竟然被妖族做害 一定要突见妖族 我 保护师父报仇 可是师弟还在妖族 这是他选择的 既然他选择在妖族 那他现在 就是个妖人 可是他毕竟是我们的师弟 是否被妖族害死 如果他还是继续偏袒妖族 那他现在就是我们的敌人 明白吗 是否被妖族害死 来 客官 公司 放这儿 先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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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坐我位吧 好嘞 来来来来 各位慢走 小二 来了 我上你们这儿拿手好菜 客官 里面请 滚两壶酒 快点喝 好嘞 快上啊 你稍等 来 行 坐 走吧 小二 来 您吩咐 来点招牌菜 再来壶龙行茶 好嘞 什么事啊 饿了 早饿了 早饿了 你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可怜傅吻之一带名宿 却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傅骨山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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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名扬天下 现在也不复存在了 傅骨山庄啊 你敢不说什么 哎疼疼疼 你敢在是不是说 傅骨山庄的傅骨之死了 快说 啊是是是是是 是啊 哎呀 啊 疼疼 走 撤 撤 哎姐 你要干什么 你自己回去吧 撤 你怎么去干吗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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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昭见过前辈 嗯 好 前辈 不知道深夜前来 所谓何事 你师父走得突然 没留下任何线索 我要到他遇害的地方 去看看 师父闭关的时候被妖人所害 真是一言难尽 您别着急 喝完茶 我就带您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师父是怎么死的 被妖族之人所杀 妖族 姓名的 你无凭无据 凭什么血口喷人 温瑶 你到现在还跟这些杀害师父的人在一起 你的羞耻心上哪儿去了 我问你 是不是你指使的 陆大哥 你不相信我 是不是你 妖族有什么行动 我一定会知晓 你师父不是妖族所杀 杀了人 这会儿来狡辩了 路遥 现在杀师父的妖女就在这儿 你还不动手 师父的养育之人 你到底记不记得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虽然我们妖族里名字带妖 可我们不一定会害人啊 那你呢 你的名字里面带个名 就不明事理 名不如其人 气死我了 杀了他 我说杀了他 行啊你 妖女都把师父给杀了 你到现在还被女色索迷 好 你不动手 我来 叛徒 住手 在师父目前 你们还敢胡闹 师兄 他们一直都跟我在一起 杀害师父的凶手 不是他们 再给我三天 我一定会把凶手找出来 你到现在还相信他们的话 叛徒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好师弟 三天对吧 我给你 师姐 师父在哪儿遇害 在他的闭关之处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我们走 师弟 对不起 我一直有个秘密 没有告诉你 师父为了对抗妖族 一直在研究和吸收妖族之力 正好是月圆之夜 也是师父 就趁机 就趁机偷袭了师父 师父 没法还手 就被妖族之人 打下了火焰池 是 师父 师父 用药族之人 修炼这件事情 一旦传出去 我尊明文正牌 和师父的声誉 这件事情 一定要保守秘密 有什么线索吗 我们分头去找一下 好 找到什么了吗 找到什么了吗 怎么样了 你师父闭关的地方 你没有来过吗 没有 那边有个封口 等等 让我先走 走 下去看看 好 怎么会是他 不是你师父吧 不是 他死在 你们妖族之人手中 你给我看清楚了 这不是妖气 这也是中毒 你也不想想 为什么没有找到 你师父的尸体 反而找到了这么一局 你不觉得蹊跷吗 这藤龙江湾 还有多远啊 什么 太阳了 你不认为我 你也不认为你 你也不认为我 这个人 我看你 你给我扣垃圾 你不要 你早点 你给你 你帮她 这一边 不知道你 看看你 前辈 千万不可上当啊 什么人 来到我腾龙剑派还不下马 你们怎么那么多规矩啊 二位 在下路由 来求见腾龙剑派尤谦阵前辈 请行个方便 这里有个玉佩 请拿给他 你们在这里是想等死吗 想活命 就跟我来 你是慕容姑姑吗 姑姑 大 月妖 月妖 情况不妙 快走 还愣着干吗 剩马 抱紧点 咱俩 咱俩 掌梅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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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 姑姑 你们来清耿宫找我 姑姑 她究竟是谁 这世间唯一能洞悉天际的人 难道 她就是慕容颜 驾 师姐 你不料命了 放开 你要跳下去 我就跟着跳下去 把师姐还给我 把你师姐抓来 是唯一一个逼你发作的办法 这样我才能看得出来你的来历 你看 你看 我看你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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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出来 你很想得到这个人 我看得出来 现在他属于你了 你可以对他做任何事 现在他属于你了 你可以对他做任何事 你可以对他做任何事 但你还没有告诉我 我身上的秘密 我们走 我有话要跟你姐姐说 你先四处转转 好吧 有好吃的吗 姐姐 你不饿了 出去 知道了 我自己找 你随我来 姑姑 你要说什么 我问你 看到她 你是不是感觉到 她对你有一种蜥蜴 不光有这种感觉 她发作的时候 也会牵动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缘分 在十几年前就已驻地 你一切皆有定数 谁也逃不过 我这不听 我变厚 我看一眼 我没关系 我看一眼 你没关系 你快去 我不同意 跟我走 你为什么要抛下我 为什么 从前我们三个在一起多开心 我为什么要抛下你 我还没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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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还没有看过你 按 hit 瓦瓦 原起原灭 我走了 驾 师姐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谢谢 驾 驾 为什么不跟他一起走 为什么跟过来 我 我 你干嘛要打我 我请你可以 你请我就不行 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 我就是不讲道理 你亲我不行 亲别人更不行 我说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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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了祝永寿的尸体 它是中毒在心 这一点你并没有告诉我 怎么 你也想杀我灭口 你也想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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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瑶 是的 陆瑶的身世 还要从我们妖族的神识说起 所谓武林正派人士追杀妖族 也不过是想得到我们的神识而已 我父亲说 神识总共有两块 其中一块在我父亲手里 你父亲手里的那一块 早已经用过了 用在了你身上 在我身上 每次神识有所异动 你的眼睛都会流露出 我们妖族最至高无上的 蓝魔之光 这是我们妖族的秘密 为了保护你 知道这件事的人 屈指可数 你五岁那年 有一次坠入冰湖 危在旦夕 你父亲就把神识 镀到你的体内 为你续命 你能活下来 全是赖了神识之力 哇 神识这么厉害啊 我也想要 别胡闹 神识乃一对上古神兽 幻化而成 一阴一阳 用了它 不光能增加功力 还能起死回生 两块合在一起用 更有长生不老之想 另一块神识 就跟路遥的身世有关了 随我来 你们看 你们看 这天当时并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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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过来看看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你看 我最想要走 最想要走 这天保留 现在 было好 這天 少天 我们攻打了你 杀人 杀人 啊 这天将这对农家夫妇安葬之后 便隐退江湖 但江湖人士第二次找到了他 爷爷 您又犯病了 没事吧 爷爷 没事 没事 爷爷 您走 拿住 爷爷 爷爷 林医米接下来 皇上 爷爷 这么多年了 还不肯放手 我已是一击老妇 不想再战人江湖是非 给我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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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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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留人 罪不及子孙 我们都是江湖正派人士 绝不能干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谁要是做 我第一个不答应 傅文芝 今日女若一意孤行 放虎归山留着个小妖孽一条活路 他日将后患无穷 情细 体验 最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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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日 enemy 也有 荒 温大 게 最后患无穷 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那次重伤让你丧失了之前的记忆 你师父之所以救你 是为了你的神识 只是天理循环 没想到他最终被自己徒弟所杀 你说什么 你的大师兄不光杀了你师父 还向腾龙剑派出卖了你 我师父 天机不可泄露 我想告辞了 姑姑 当年我们本想杀掉浙天的孙子 你师父却执意阻止我们 他用一枪正义迷惑了我们 可我最终在路遥身上发现了端倪 前辈 虽然他年纪轻轻 但内力却非比寻常 体内一定有别的助力 唯一的解释就是遮天把神识 度到了路遥的身上 你师父声望日龙 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阵的武林盟主 所以他需要变得最强 那封印在路遥体内的神识 便是他志在必得之物 路遥的功力越强 封印在他体内的神识 就越容易解封 所以这些年来 他用自己的内功提升他的功力 今天我来并非要找你的麻烦 我们可以联手 多道神识 共同分享 你以为我会和你分享吗 可你百般努力 你的功力也不及路遥的百分之一 你杀你师父的时候 是不是被他的妖功所伤 你为了疗伤也在偷偷地练妖 你师父练妖功 是为了有朝一日 绝举神识 你练妖功 却乱了法门 小心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 绝不可能 你师父练妖功 啊 哼 啊 你不是我的对手 少废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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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说过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 我 我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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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师兄 半叔 救我 我在哪儿 你别担心 师兄 我要死了 你不会死的 你要救我 半叔 我要得到你 我要得到你 我在 我要得到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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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放开我 啊放开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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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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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你不会死的 你的生命在我的身体里延续 你应该高兴 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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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昭 不能说了 我都知道 冰昭他 已经 走火入魔了 我把我的道义心法传授给你 你答应我 你一定要救他 我不会死的 我不会死的 哎 师姐 你写的什么字 鹿羊 你的名字 鹿羊 羊 师姐 其实你不用陪我 是我自己惹的话 我们说过了 要同甘共苦 但是 但是你两天没吃东西了 没事 我挺得住 师姐 其实 我想告诉你件事情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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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你们来得还真快 杀死师父 害死师姐 已经彻底成为恶魔 你勾结妖族之女 你才是我 是否成我 全看心中迎面 要怪就怪师父吧 是他叫我变成这样的 路都是自己选的 你杀害师父师姐 你内心就没有一点悔恨吗 师父要能好到哪儿去 从头到尾 都是他在利用我们 慢 这是我们师母的事 没想到 潘淑竟然把刀以心法传给了你 你 师弟 师兄 你不要过来 没想到和阴天之差 走到现在的绝境 现在 我要把刀鞘邪法 传授给你 我 班淑 我来了 师兄 不要 好 师兄 温叔 吃饭 好吃吧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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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躲在这里 就是为了等这一刻 神识是我的了 你说 留在这里 你 你 不 那 你 这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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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什么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不然我们都会死 陆大哥 你没事吧 傅文芝 你快住手吧 你妄为凌门正派 却是蛇西新潮 武力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你快住手 要我住手 把你们都杀了我就住手了 好 好 月盈 月盈 快起来 月盈 姐姐 我要回家 江湖不好玩 我还有刺绣 要给父王 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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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来 уп 月盈 你 你这样只会害了自己 你这个装神弄鬼的东西 神识已在我身上 天命也得从我 路遥勾结妖族 背叛武林 副长老为我们主持正义 你愿尊副长老为武林盟主 大地沧桑万物流变 三法合一一破神石 既然你们尊我为武林盟主 还不赶紧把这些妖族真人杀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禅艺刀 禅艺刀 自禅艺刀创立二百年来 这有一人修炼成功 我不相信你炼成了禅艺刀 文法合一 一 一 难道 你竟然真的练成了蝉蚀招 你竟然应该生活 你狠咱们 十esin 一都是 陆大侠神功盖世 成奸除恶 我等武林正派 愿遵陆大侠为武林王主 你同江湖 你同江湖 尼藤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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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藤江湖